我现在是走投无路 等于你和你姐 还有你爸妈都无家可归了 对我们四个人都现在都无家可归 该组的法徒徒军全部走完了 我们很多历史 他们也都是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 几层老百姓 我们都哪里去申诉 那么阿姐 你们是上海浦东本地人 对吧 是的 那你们家里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呢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在2020年4月份 我们通过自换的方式 买了两套房子 自换是什么意思 就是原来是一套大房子 那我父母的身体不是很好 像趁早的把两套房子分开 给我姐姐一人一套 给你和你姐姐一人一套 对的 所以通过中介找到两套房子 正好也在一个小区 而且是楼上楼下 那比较方便照顾 对 我住在一楼 我爸爸跟姐姐住在三楼 你们还是在一栋楼里面的 对对对 那么是找正规的中介公司买的 是的 那么怎么会买下来 现在这个房子又不属于你们了呢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可思议的 真的在这个社会 我们实在想不通的 在2020年4月份 我们通过中介 开除这两套房子以后 通过房屋中介公司进行了产调 那产调结果 这套房子属于一个人的 没有司法建制冻结 那就没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通过就网签 进行了签约的合同 就两套一起买掉了 对的 房子交易中心也开启了税单 那我们现在没什么问题嘛 所以把钱呢 就全部打给他们了 相当于房口全部打完 到7月15号呢 我们去缴税拿了产证了 他们房子交易中心告诉我们 7月13号 这房子已经被有房屋去法院冻结了 冻结了 对的 那之前产调不是没问题吗 对啊 这就是我们不可思议的问题吧 他们房屋中介公司 就告诉我们 冻结了 你就不能贯产证 他就这样回救我们 那我们肯定要去问这家人家了 后来他才知道 这套房子原来在2017年 王府去法院把这三套房子 判决给他的前媳妇了 就这个 这两套房子的户主是姓妮的 对的 但这两套房子已经是分给了他的前媳妇 对的 他是法院判决 他是他儿子跟他媳妇 离婚的时候 王府去法院判决给他的 判决给他的 对 但是没一起办理过户 也没有司法限制 所以那个产证呢 还是这个姓妮的 继续的是呢 这个产证 他是2017年7月21号 姓妮的办的 但是那个判决书是2017年7月20号 就差那么一天 判决他媳妇的时候 是7月20号 就2017年判决书下来了 他们才去办了产证 那产证的名字 竟然还是姓妮的 照道理 判决书应该已经判决了 他前面的媳妇了 那应该是不是 产证根本拿不下来的 反而其实陪不你 你那个 喜得你是姓妇的 你那个网线都拿走出来的 根本能有网纳的网红 哪本那个两套网纸 后来呢 我们也执行了很多律师 他们都认为 我们是因为全额付款的 并且在付款之前 签订合同之前 是没有司法限制的 那我们应该是 赛一起的 是可以赢的 所以叫我们去打 自信医治疏 因为这房子是 黄埔区的民法院查分的嘛 那我们就跟 找了律师 跟黄埔区法院打了 自信医治疏 两次全部把他们驳回 驳回的理由就是 这段的房子 因为在2017年 已经判决给他 清理的前媳妇了 就是你们败诉了 对我们就败诉了 你们也没有强调一下 就是你们买的时候 做过惨调的呀 是啊 我们也知道 争取我们钱给他的 全部给那个法院的 但是他还说 判决说已经生效 这活动是无效的 这搞得你们很被动了 对的 我们就很被动 那后来我们是再买办法 就它还起 它也还不出来 你就叫那个户主板 你们买房钱还给你 对 他说他现在没钱嘛 没钱 那后来我们就去报案去了 那报案经证也立案了 立案以后呢 后一段时间告诉我 这个案子不成立 叫我们去打民事 博会的理由 检查一认为 我们这个案子为什么不成立 因为他当初判决他前期 有三套房子 其中一套 他在2019年 已经买卖成功 并拿到成证了 那证明这两套房子 也是可以买卖的 所以我们搞不懂 我们不去管你们法院 一按判决说 2017年判决说为准 但是现在为什么 金征不按判决说为准呢 就不可能诈骗 你们现在认为是 他们家可能是诈骗了你们 对 因为当初我去报案 就是以诈骗为准嘛 但是金征认为 他不可能诈骗 因为他另外一套房子 他是买卖成功了 对啊 不既然已经生效 黄不去法院说 判决是既然生效的 那他就是诈骗嘛 不应该买卖了 对不应该买 那么你们现在面临什么情况呢 就是2028月份 我们不去法院 马上就把这两套房子 直接强制过付给他的前面媳妇了 这两套房子现在不属于我们 后来我们就去 那我们也去打了民事 那民事我们赢了 就把合同取消嘛 就无效了嘛 叫他赔偿款 对 那就房子的钱 对的 根据市场价赔偿给我们 两套房子 对啊 现在两套房子 名字已经给他前面媳妇了 所以他这个合同就无效了嘛 无效了 这个是打赢了 这个打赢了 那现在他们就钱也不给你们 钱也不给我们 两年了 那么你们现在就等于是 钱也没拿到 房子也不归你们了 对的 那你们还有其他房子吧 我们名义没有任何房子 现在相当于我们的 增速没用 我们执行不下去 执行不下去 对 他说我们是因为房子 在物权大于债权 要把我们叫我们腾空 强制腾空 如果你不腾空就居留 现在我们是全是退休功能 所有的养老 民房账户全部冻结 那你们到时候面临无家可归了 对啊 我们到处去申诉 包括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我们全部进行 我们都有证据 各位网友 你们也帮我想想办法